欢迎来到我的创业课 你好 我是老罗 罗永浩 今天我们开始本周的问答时间 订阅用户郭凯健的问题是这样的 选人才时对人品是否会有重点考虑呢 很多有才 但是人品看着似乎不太好的人 是否会晃进你的人才库 还有就是人品和你对价值观的定义 是不是一个意思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我从四个角度去讲这个事情 第一点就是说 我们创业初期犯的错误时 总觉得人品是加分项 比如说你招到一个人 觉得这个人人品特别好 这样的时候我们认为是加分的 但是呢 这个其实是一个陷阱 就是说一个人来到职场上 你去选择是否要这个人的时候 人品是基本要求 比如说我们要求这个人 基本上是一个政治善良 或者坦诚 具有这些优秀品质的人 这个要求是一个基本要求 如果他连这个都做不到呢 我们可以认为 这个人可能就综合数字是不合格的 但是有的时候呢 你会碰到一个人格外的善良 或格外的好 这样导致的结果是 你在评估这个人才的时候 把这一项列为加分项 这个我认为是不对的 我们过去几年经历 招了很多人品格外好 格外善良 但是呢 工作能力又格外差 格外笨的人 做企业呢 目的不是什么做慈善呢 工艺啊 也不是交朋友 如果他工作上不及格 我们初期的判断里 就是说人品他是加分的 那你看如果他人品是100分 然后呢 工作表现是59分 那你综合完了以后 认为他仍然是一个超过60分的表现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会给后来的工作带来很多很多的问题 比如另外一个人 人品是80分 那个人工作能力表现是100分 企业往下走 比如说出现资金短缺的时候 要考虑人员是不是多了 那这样多了的时候 一个比较清醒的判断 就是说那个人品加分特别多 但是工作表现不及格的 应该毫不犹豫的去把它裁掉 要不然你企业没法往下走下去 但是你裁掉这种呢 你会发现危害也非常大 因为很多人 因为他人特别好 跟他结下了很深的感情 裁掉这种人的话呢 对内部来讲 也会造成非常不良的影响 所以呢 我觉得一个企业的人力资源 一定要想清楚 就是说一个人人品好 过了及格线就可以了 在判断一个人的综合数字的能力 他不应该成为加分项 这个还带来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一个社会上 人品特别重 然后道德感特别强的这种人 他下意识的是 在这些方面是有优越感的 因此他发现一个企业 格外强调价值观和理想主义的时候 他带着自身这个东西来的时候 他不可避免的 自己也会认为这是一个加分项 这个心态也导致了后期 他对工作表现做的没有那么好的时候 坦然的认为自己在那方面是加一些分 这方面是减一些分的 因此在一个注重理想主义和价值观的企业里 理所应当的受到更多重视 这个是非常不好的一种判断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是说 有些人因为性格上的问题 可能跟我们的沟通方式不太一样 比如说我们初期的时候呢 无论人力资源主管 还是我 还是其他的高管 还有普通同事 他们会看一个人来的时候 跟我们是不是一类人 这个一类人呢 其实我觉得更侧重的 应该强调的是 比如说他是不是有事业上的追求 跟我们的理念是否到方向一致 然后愿意做更好的东西 然后说对自己要求更严 等等基于这样的方向去判断 而不是说性格上的差异 比如说有些人呢 他就是不爱说话 那我们相处的沟通的时候 有些同事觉得他是个怪人 但这不意味着 他跟我们不是一类人 就是说我们从理念价值观 和大方向上追求上 可能是一样的 只是性格导致不一样 还有的人呢 有一些想法他不爱说 那有些同事就觉得 这个人不真诚 觉得他诚服很深 想什么不知道 那这样的时候呢 在我们创业的初期 都会容易把这些人 理解成跟我们不是一类人呢 就觉得他可能不好 但实际上工作上 他的表现可能比别人好得多 而且人品也没有问题 我们基因上是有这种个体差异的 这个不应该成为判断一个人 表现好坏 甚至是上升到 是不是人品有问题的这个角度 所以我们早期呢 我自身也是犯过这样判断上的错误 后来经实践证明很多 我们进来的时候 因为他不太愿意表达自己真实想法 我们有一点犯嘀咕的人 后来工作表现有一些是非常非常好的 并且我们需要相处一个星期就能敞开心扉 这个人可能需要跟你半年相处才敞开心扉 这件事是没有对错的 所以不要因为有些人跟你性格不一样 或者说他不愿意坦诚交流 就判断他可能就是说在人品上或者价值观追求上跟你不是一类人 这也是比较容易误判的一些事情 当然你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认为是那些人才性格上比较吃亏的地方 所以他不愿意跟你交流 你可能就会认为他有问题 这是第二点 然后第三个想说的是 有些人来的时候 其实还很坦诚的跟我们人力资源 说他来这个企业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赚钱 而且他觉得我们可能能发大财 是这么来的 那早期的时候呢 我们人力资源的很多同事很不喜欢这种人 就觉得我们是这么有理想有追求 然后打着理想主义旗帜的这么一个企业 你为什么是完全冲着钱来的 就觉得这人特没劲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要不得的 其实我是很早想清楚了这一点 跟人力资源有过很多次的沟通 就是我想让他们明白 不管我们多有理想多有追求 我们本质还是个商业机构 如果一个人就是为了赚钱来我们这儿呢 我们非常欢迎 只要他人品没有问题 非常欢迎 如果他在有能力 有追求 能够想在这赚钱 把事情做好 又想在这发大财 同时还跟我们在理想主义和追求上 有一些共鸣的东西 那从一个企业的角度 这是你额外赚的 不是你应当从每一个来求职者身上索取的 甚至某种程度上 在你特别早期 特别艰难的时候 还要感谢他就是为了赚钱 他为什么看上你 没看上别人呢 其实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我敢说一个企业里 如果一个商业机构里 如果过半数的人 都是为了理想和追求来的 这公司很容易变成一个邪教组织 而不是一个成熟的商业机构 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一个人 人品没有问题的大前提下 来你这就是为了赚钱 很好 非常非常好 这是非常成熟的 但是如果他在理想主义和追求 价值观这些 跟你有深度的共鸣 并且愿意牺牲一些自己的 什么时间也好 什么额外的付出也好 跟你去尝试 共同实现这个东西 那你从企业创始人的角度 这是你额外赚的 这是我想说的第三点 然后最后一条呢 是我的一些感想 就是说 为什么一个企业 选择人品这件事情 撇开你的价值观 撇开你的理想主义 撇开你的三观这些东西 它仍然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就是因为 从概率上 多数人 人品好的时候 多数情况下 是因为他同时智商高 一个人选择 耍阴谋诡 耍那些小伎俩 来获取自己 事业上的进步也好 人生的一些好处也好 是因为他傻 聪明的人 不会去做这样的选择 所以呢 就这一点呢 我想跟你分享的是 我之前 大概是2014年的时候 在微博上 写过的一段话 这句话是说 我年纪越大 就越觉得那些心理阴暗 一肚子心悸 满脑子阴谋论的人 是因为智力不够 这和我小时候的认知 是大致相反的 尽管存在个体差异 但是整体上足够聪明的 进化的更好的人群 通常会倾向于选择公平正义 更容易具有坦诚善良的品质 这是我人到中年时 已经见识过足够多的人群以后 一个由衷的体会 最后订阅用户 郭凯健的问题 还问到人品和你对价值观的定义 是不是一个意思 从我个人的理解来讲 我觉得就是一个意思 订阅用户红叶问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一家公司快倒了的时候 其他公司会过来吸纳优秀员工 可是这种情况下 如何知道哪些是比较优秀的员工 看他之前的职务吗 毕竟公司内部的绩效考核 其他公司的人没法知道 好 我先回答这第一个问题 其实是很简单的 就是说我们所说的 一个公司快倒了的时候 开始出现人员流失 这时候对于其他缺人才的公司 的人力资源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这个我们在前面的节目中探讨过 我们说一个公司快倒了的时候 实际上呢 这个公司快倒了的周期 通常是三个月六个月 甚至一年不等 然后开始陆续出现人才流失 不是说像字面上看起来说 今天说快倒了 然后下个月就倒完了 通常不是这个样子的 当你得知一家公司 出现了这种情况的时候 只要快速搞定第一个 只要是同一部门的 基本上他是了解得非常清楚的 比你在外面瞎打听 要靠谱的多 所以当我们得知一家公司 快倒了的时候 只要快速的搞定 内部的一个核心的员工 然后其他的情况 可以通过他 基本上能了解个八九不离十 如果你找的甚至是 该公司的人力资源的员工 那基本上你可以百分之百的了解 大概是这样 第二个问题是说 很多公司会用内部推荐奖励吸引人才 比如说公司员工 推荐另一个员工进来转正后 就会给推荐的人一部分奖金 如果推荐的人很优秀 就会给较多的奖金 这样做是OK的吗 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吗 这个方法我们其实在公司内部 一直都是用的 这个一直都是非常行之有效的一种方法 很多人会以为说 在某些领域里 我们是不是能想出别人从来没用过的方法 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就很多传统上被很多公司研习使用的方法 之所以被长期研习下来 多半是因为它具有合理性和效果良好 好下一个是订阅用户诸国生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说 作为创业团队的主要创始人 如何设置自己的收入才合理 在为其他创始人或新加入的核心人员 设置股权激励方面 你觉得有什么地方需要特别注意 我觉得设置股权激励 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我们会在后面的对应的栏目里面 专门的详细展开 掰开揉碎的去给你讲解这方面的问题 我主要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创业团队的主要创始人 应该如何设置自己的收入才合理 这个可能每一个企业的创始人的做法都不太一样 我就说一下我个人的做法吧 对我来讲呢 企业还亏损的时候呢 原则上是尽量少拿 要保证有很多核心的人才或合伙人级别的拿的比你多 这样的话呢 无论是从情理上 还是从给员工同事合伙人 以及投资者交代的时候 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而企业盈利的时候呢 我就不知道了我们企业还没有盈利 但是我们企业盈利的时候 我觉得只要不是太过分 创始人拿多少都是应该的 谢谢这几位同学的提问 如果你在创业中有什么困惑 或者有什么想和我分享的 都欢迎在留言区留言给我